接下来是姐姐的告白时间 听姐姐想对自己的弟弟 爸爸妈妈说什么 来 接下来是姐姐的告白时间 熊二 谢谢你 对姐姐这么多年的付出 每当我走在手术台上 然后有可能在下不来的时候 我都在想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我真的下不来了 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 姐姐是不放心的 你这么多年 为姐姐付出实在太多了 我这个做姐姐的实在是 对不起 你听姐姐的 一定要跟他们回去 这有可能 是姐姐唯一为你做的一件事了 姐 什么我都能听你的 但是这次不能 我 姐 真的 当前两次你手术 我在你身边的时候 我真的很害怕 因为你 身体体质不好 他们告诉我 有可能进去 真的就出不来了 那一刻 真的内心有很多很多话 想对你说 可是 我希望你能快快乐乐的 进去 能快快乐乐的出来 当上一次 我一个人将你送进手术室 直到你出来的那一刻 真的我的内心经历了太多 在那短暂的五个多小时里 是我人生中永远都忘不了的 我真的很害怕 我害怕有一天我真正的失去了 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姐姐 我怕有一天 我真的会后悔一辈子 今天 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 但是 我不会回去 无论在苦在难 我一定会陪在你身边 没钱了 我们可以挣 我们只要快乐乐乐的 我一定会让你把手术做完 一定会让你像正常的人一样 走在大街上 熊儿 谢谢你为姐姐做的一切 姐姐知道 要不是因为我 你不可能和父母变成现在这一步 不可能变成这么僵 要不是因为我 你放弃了学业 放弃了自己结婚 如果我真的有机会手术的话 就算我完全失忆了 至少你们是一家人 你们在一起 姐姐就安心了 你跟他们好好谈谈 这是姐唯一 唯一能为你做的事 爸妈 这个钱我收下 我知道 你们为我付出太多了 这也是你们一片心意 我这次见你们 我只希望你能和弟弟团圆 弟弟 爸 你们好好谈谈吧 姐 一定要好好谈谈 这是姐 在失忆之前 在这舞台上 能唯一为你做的一件事 姐 天上白云一朵朵 都住着 Angel 为每个相信童话的孩子 守候 我最爱的那首歌 最爱的 final 演唱 最爱的 最爱的